然后他就醒了 结果呢 他一醒的时候 原来呢 自己就坐在自己的佛堂里 就感觉刚才就像一般梦一般 这就是憨山大师 亲自蒙 梅勒菩萨的功德力 上身都帅内愿 刚才讲分别是事 分别心就是你的意识 无要分别 我在海英古斯讲无分别心 不要分别才是会有智慧 假如以你的事的话 你就会有染污 染污的念头 你会贪各种贪嗔痴慢疑 假如你以智慧的话 去修持你的心越来越清净 染污呢 因为有贪嗔痴 所以就有生死六道文会 若你政悟清净的境界的话 连佛国的净土都了不可得 所以有空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憨山大师的传记 好 那讲了这么多 来 我要再讲一个 无浊菩萨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西藏格鲁巴也传说这样 但是呢 它并没有具体的经文根据 西藏的上师口耳相传 都是这样说的 好 无浊菩萨很希望见到米勒菩萨 无浊一生呢 都是修为师法门 它每天呢 都礼拜米勒菩萨 它自己雕了一尊非常庄严的米勒菩萨 然后呢 常常的礼拜 它就念 它常常发愿 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 希望你大慈大悲 希望我在禅定之中 梦寐之际 能够亲自见到你 所以 它很认真的就闭关修行了 可是在闭关修行当中啊 第一次 它上山闭关六年 它每天都念米勒菩萨的仪轨 每天禅坐 然后呢 过了六年啊 它并没有见到米勒菩萨 它有一点点的失望 它讲奇怪 米勒菩萨大慈大悲 我一生呢 讲经 说法 广度众生 我也读了很多为世的经论 怎么我到现在都还见不到米勒菩萨呢 大概啊 我的业障太重了吧 我还见不到米勒菩萨 所以它六年闭关完的时候呢 它突然动了一个念头 哎呀 我应该回去看我的妈妈 我的母亲呢 从我出家到现在呢 我从来都没有去看到她 她一定老了 也没有人照顾她 所以呢 她就动个念头 想离开官房 回去见妈妈 当然 探望妈妈是非常孝顺的心 结果呢 她就离开她的官房 官房从上面嘛 她就往山下走 走走走 走要经过一个 快要进入都市的时候呢 经过一个村庄的田园 田园呢 看到一个人 老先生拿着一个很破旧的铲子 铲子呢 大概就像我们一般手掌这么大 两个并起来 他就每天在挖 挖 挖 这时候吴卓菩萨看得很奇怪啊 他就说 奇怪 老先生 你在挖什么 他说 我虽然是个老骨头啊 我家前面有一座山啊 挡住我们的路啊 我要把它天天的挖 我要把这个整座山啊 全部都移走 他说 你这么老呢 你的老骨头要保住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他说 不管它 我就算挖到呢 我粉身碎骨了呢 我还是要把这个山给移走 他突然 吴卓菩萨是有善根人 一听 哎呀 人家是比我有善根的 挖一座山呢 老骨头散了都没关系 那我修行六年又见不到梅勒菩萨 那太惭愧了 他又动了一个念头 算了吧 妈妈下次再看 我再回去了 他又回山上去了 山上去以后 他又开始继续闭关 继续闭关 闭关三年 刚才六年嘛 现在是三年 他又继续念 每天呢 礼拜 梅勒菩萨 念仪轨坐 可是过了三年以后呢 哎呀 他又生了一个妄念 梅勒菩萨大概不太喜欢我吧 对不对 众生那么多 他又很忙啊 度众生 怎么到现在都不来给我看一下呢 他又突然动一个念头 三年前 没有看到妈妈 不是 六年加三年 九年了 对不对 九年还没有看到妈妈 不知道妈妈在不在 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他又开始呢 关房关一关 打扫打扫 然后他又下山了 下山的时候 刚才是走西边 他现在走东边 因为他不想碰到那个老人家 结果呢 他又走走走走 结果坐过一条河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老人家 你知道吗 在印度呢 老人家拿着一个铁 很粗的铁 然后用手这样磨 然后加上水 这样一直磨 磨呀磨 磨呀磨 就轻轻空空的磨 结果他看得很奇怪 这老人家呢 相貌很特别 可是呢 身体很瘦弱 就在磨 他就走过来 老先生 你在做什么 他说啊 我这个铁呢 很粗啊 我想要帮我的孙子啊 还有家人缝衣服啊 我的衣服破了 我要把它铁杵磨成绣花针啊 可见印度跟中国 都有同样的成语 就是把它磨磨磨磨磨的 那么细 他说你老人家 那磨几年呢 他说管他的 十年 二十年 我都继续磨 反正我有毅力 我就一直磨 你看 我的手掌虽然粗啊 我继续磨 我总有一天啊 会把这个 这么粗的褚啊 磨成为绣花针的 这时候 无措菩萨还是有善根的一听 哎呀 一个老人家啊 磨 铁杵磨成绣花针 都有这么毅力 那我九年没有见到 梅勒菩萨啊 那我就再回去拜吧 他又再回山上去了 山上啊 他又开始啊 点香啊 供养啊 又再过了三年 一共整整十二年 十二年以后呢 他很惭愧的 还是没有见到梅勒菩萨 这时候他真的有一点退道心了 他就想 哎呀 我的业障实在重了 重到呢 实在没有见不到梅勒菩萨 那就算了吧 我这辈子呢 就继续休息吧 他说我现在呢 累了 我想休息一下 他在休息的那一场呢 突然 哎呀 拜到半夜了嘛 对不对 听到外面突然有狗叫 狗叫 对不起 我会学鬼叫 但是狗不会叫 sorry 狗怎么叫 嗯 对不对 就是狗这样叫 叫的结果呢 他就听得很悲伤 这个 他听得很难过 觉得哎呀 这个狗怎么叫得这么凄凉呢 结果他就拿一个灯 油灯 跑出来 然后看着 哎呀 原来他的官房外面啊 就有一只狗 他想奇怪 我平常没注意 怎么今天跑来了一只狗呢 而且这个狗啊 叫得非常的凄惨 然后呢 因为吴卓菩萨没有出家之前 学过中医 医术 印度的药草 他都知道 他呢 一看他想 哎呀 糟糕了 这个狗啊 身上全部都是蛆 而且呢 还长了那个 狗的那个 仓奈病 就是那狗险啊 这样 整身啊 很可怕 然后呢 他就看一看 然后呢 就想 哎呀 这个狗啊 快没希望了 我待会呢 帮他送送金回向 结果他转头 不要叫的时候呢 那狗又对他叫了一下 然后他转过来看他 他讲 不要不要 反正这个狗啊 很臭也很脏 我就不要不要 然后他就转过来 准备要进房的时候 狗又叫了他三下 这时候他生起了怜悯心 怜悯心呢 好 他就拿着这个油灯 靠了这个狗 但因为他懂医术 所以他知道这个病啊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 因为那个区区呢 这个虫啊 病毒吧 Virus 区区呢 坐在他身上咬他的肉 他觉得这个很残忍 他想 我要拿竹子呢 把那个挑掉的话 那狗活了 可是区区会死啊 对不对 两个都是众生啊 那怎么办呢 结果他就想 哎呀 太臭了 我还是不要理了 当初没看到 要进去 进去那一刹呢 狗又对他 望望望 叫了三下 然后就跪下来了 这时候他生起了怜悯心 他也跪下来 无卓菩萨用什么 用舌头舔那个狗的区区 听起来很恶心 可是他刚才呢 就闭着眼睛 一舔了一声以后 哎 不是臭的 是舔的 然后呢 他就刚刚帮他舔三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一直舔 舔到第五下的时候 突然灭了菩萨出现了 他那时候很生气 怎么你这时候 你老人家才来啊 我等你等了十二年啊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 他说 当你意念我的时候 我就在你头顶上啊 十二年 我都没有离开过你啊 他说真的吗 对不对 他说你不相信的话 我算给你看 你六年了 就退了道心 要看妈妈 对不对 下了山 你不是遇到一个老人家吗 像渔公移山 中国的故事 要把山 房子前面的这座山 对不对 给移走 那个老人家 也是我的化身啊 你听了我的话 你又再回去修行了 对不对 结果呢 过了三年以后呢 你又下山了 上次你走西边 这次你很聪明 还幼到幼东边 哇 梅乐菩萨都把细节 讲清楚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呢 河边那个摩铁杵的老人家 那个老人家 也是我的化身啊 我就是在点醒你啊 那你为什么看不到我呢 梅乐菩萨说了一句话 因为你有执着 你有愿心见我 但是你执着 你一直要见我的那个心 盖住你 所以你看不到我 事实上 二十二年来 我都在你的头顶上啊 他听得很感动啊 梅乐菩萨 那他就问他 你怎么现在变成狗了呢 梅乐菩萨就问他了 他说我入了圣生的三昧 观你过去无量节的因缘 有一事你剁着我位狗 而且是狗里面的狗王 所以顺着你的习性 我只好变成一只狗 望望望望来引起你的悲心 你还嫌我身上臭呢 对不对 哇 那时候梅乐菩萨呢 很害怕 哎呦 我动什么念头 梅乐菩萨都知道 对不对 你看到我刚开始很怜悯啊 对不对 转个头呢 你又想走 我叫了你好几次 你才过来 对不对 你看到我身上的曲曲很脏 可是你学过中医 我就是以你过去式的习性 来显现度你的众生的因缘 唯有在你那一刹那 生起清静的慈悲心的时候 你跪下来用自己的舌头 舔那个狗的曲曲那一刹那之间 你是完全清静的大悲心 所以你看到了我的现身啦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义 所以最后梅乐菩萨就见到 那当然见到的梅乐菩萨 就赶快拜他 我跟你忏悔啊 梅乐菩萨你为我说法吧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上身 兜率内院呢 那梅乐菩萨说 当然可以啦 你用功了十二年 请看 他一坛子之间 梅乐菩萨就在兜率内院里 而且看到梅乐菩萨是万丈光芒的 这个八万四千种随形象的 这种宝像庄严 就为他讲经论了 这是在西藏 常常喜欢讲的一个故事 尤其是在现观庄严论之前 有没有经典根据我们 先不用去追究 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 第一个 当你想念佛菩萨的时候 佛菩萨就在你的头顶啊 梅乐菩萨这么说的 当你想念我的时候 我就在你的头顶 我十二年都没有离开过你啊 同样的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在我们的头顶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也在你眼前啊 但是你的业力没有参除 你是见不到的 但是这是真实的 所以各位 听闻佛法很重要 否则你都会一直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到底有没有知道我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加坡人这么多啊 我老太太又没有跟你报名字 又没有报深层八字 还要报柱子 那还要不要加上个电话呢 阿弥陀佛会不会认错人呢 不会 佛是一切智者 所有的众生都在他的心血线 而且你动什么念头 善念跟恶念 佛菩萨也知道 所以 梅勒菩萨跟他讲 你想念我的时候 我十二年都在你旁边啊 第二个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出来 梅勒菩萨千百亿化身的时候 不一定都化庄严的身 他刚才讲 拿铲子 像鱼公移山一样 挖他家的那个前面的山的 那个老人家 也是梅勒菩萨化身的 同样的铁杵磨成绣花针的那个老人家 也是梅勒菩萨化身的 所以这个第二个重点就是 故事给我们启发 我们不要认为 佛菩萨来化身的时候 都一定是庄严像 有时候他是化线你最讨厌的 你最不喜欢的 所以各位小心哦 看一下你左右的位置哦 搞不好就梅勒菩萨或佛菩萨来听法华经哦 是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要教我们要 礼敬诸佛 尤其你说在大的法会里面 你如果碰到疯疯癫癫癫的人 不法干部要小心 搞不好就是佛菩萨来的 因为你不是拜佛菩萨吗 佛菩萨就大摇大摆来了 对不对 他就发这个颠子啊 或疯子啊 可是你注意看 他的眼神一定很清楚的 他是假装的 所以第二个故事就是 佛菩萨来化身的时候 不一定是化你想象中的 所谓的万丈庄严 或是万德庄严 或万丈光芒 很庄严的像 有时候呢 是乞丐 有时候你是瞧不起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五台山 还有峨眉山 在华言金杆的印路 跟法华金杆印路里面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2003年 我在新加坡第一场讲 大飞中心的 普贤十大院里面 我就讲了很多故事 都是你不能接受的例子 那为什么 破除你的分别心 要修平等心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他说你虽然想见我 但你有执着 所以可见 注意听 有怨 而不要有急躁的心 你可以发怨 求观世音菩萨 求美勒菩萨 求阿弥陀佛 让我在禅定当中 或梦中 真正见到一次极乐世界 可以 你真的可以发这个怨 这是正念 你若亲自可以建一次极乐世界的话 我相信你这身会非常的伐喜 而且勇猛精进的 佛菩萨放光会加持你 但是你发了这个怨以后 你不可以急 注意听啊 因为我教你 我要负责任 假如你急的话 你就很容易着魔 你就会遇到一些妖魔鬼怪 来献人给你看 不可以急 你天天地发愿 你看从这个故事 吴卓菩萨 他还要精进了十二年 他才见到了梅勒菩萨 请问我们精进了多久呢 所以你不要急 当然有些人 可能在初学佛的时候 你就见到了白衣大士 或牵手观音 很好 那表示你过去就修观音法了 只是这一世观音菩萨会说 你这么混的小孩 你又就轮回了 我给你一个信心 所以再让你看一次啊 也有很多是基督徒 看到白衣大士以后 就变成佛教徒的啦 也有一贯到呢 他念大悲神之后 梦到牵手观音 他就变成正信佛弟子啊 这些例子 在华人的世界是比比皆是的 尤其是观音的感应录里面 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读任何一部经都可以 重点是你对这个佛菩萨 要有信心 你可以发愿 但不可以有急躁心 知道吗 不要急 不要说我今天已经发愿了 明天啊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怎么这么慢呢 还没有来啊 我老人家都不知道可以活这么久吗 快点快点 不要这样 心越急 你越见不到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 像搅动的湖水 水只有宁静的时候 天上的月影 千江有水千江月 你才看得到月影 你的心要静如止水 你就每天用功 精进忏悔 等到十节音缘到的时候 你自自然然就会见到佛菩萨 第四个要提醒你 见到佛菩萨 不要说 不要炫耀 除非你问你的老师 或是跟你有缘 一起修同一个法门的 同参道友 在戒经里面呢 佛菩萨有说 见诸佛菩萨 定中或禅定之中 或梦寐之际是真的 有求必应 你很真诚 但是若见了佛菩萨 不可以炫耀 若炫耀呢 你就会有魔障 什么是魔障呢 傲慢心 英文讲show up 比如说你现在很精进 打佛妻打了七天 到了第三天 第四天你哭喊 真的看到 黄金为地 大宝莲花 就在你面前 第二天你就 耶 我看到莲花了 那是最大的魔障 你所有的功德都破了 就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你的口叶爆掉了 所以真正见到佛菩萨呢 他是不会对外讲的 他可以跟你的老师 谈 报告 这是真跟假 或是下一个阶段 你应该怎么用功 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有讲 三七日 你昼夜精进 读妙法莲华经 会见到普贤菩萨现身 这是真的 我昨天就讲感应故事给你听啊 对 但是不要急 急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障碍 为什么呢 急呢 你的心就不能得定 不能得定的话 你当然就见不到佛菩萨 因为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是在大乘的三昧当中 他才会显现的 好 先讲到这里 弥勒菩萨的故事 补充二十九页 我昨天讲了很多很多的经论 还介绍到东京有道安大师 弘扬弥勒法门 慧远大师弘扬弥陀法门 所以这两个法门从此在中国 都非常的兴盛而流传 现在看三十页 好 请继续看经文 当然后面我还会讲 该经文相关的地方 我还是会讲一些 普贤菩萨或弥勒菩萨的感应故事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精进 精进再精进 好 请看三十页 物二 试愿护法 前面物一 物一是指 试愿护人 翻译一下 二十五页 二十五页第四行 请看 在第二行里 丁二 试愿劝法分二 物一 试愿护人 先保护修持的人 所以普贤菩萨才信念他的 普贤菩萨的陀罗尼咒 现在呢 属于物二 就是普贤菩萨也发愿 要护持教法 翻回来三十页第二行 物二 发愿护持释迦摩尼佛跟诸佛如来的教法 狭义的说 专门护持妙法莲华经 所以法华经是很殊胜的 请看经文 世尊我普贤菩萨以神通利固 会守护这部妙法莲华经 第二 于如来灭度之后 在严幅体内呢 广令流布 使不断节 把后面两句话起来 广令流布 就到处的广为流通 印经 DVD VCD 乃至于网路 乃至于各个的观法华经 所有一切正知正见的注解 除非是邪知邪见的 那就不算 使它不断绝 所以看幻灯片 这一个有两段 第一个 用神通利守护法华经 所以守护法华经 本身法华经就有功德 第二个 让这部经呢 广为的流通 不管是印刷 还有DVD VCD 还有注解 到处都可以看到法华经 甚至你会看到很多法师 也会弘扬法华经 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 新加坡有些脸友跟我说 师父 现在印经印太多了 很浪费 我不赞成 我说Shut up 你不要乱讲话 印经本来就是功德很大 那是人为的因素 注意听 待会我会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专心听 经文是很简单 但它有隐身的意思 印经就是正法流通 现在你没有法 你就不可能听到佛法吧 那至于现在你看到新加坡 有很多寺庙 也包含着佛教青年弘法团 结缘柜上 上面有很多人都印了经 都乱乱丢 那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印经的品质没有提升 印经本身是对的 做法要改善 所以不要毁谤 流通法宝是错的 你这样子的想法是错的 所有释迦摩尼佛都说 一切的经都要广为流通 你的心量为什么那么小呢 接下来看到新加坡的建议 我要给大家几个建议 注意听 我从出家 也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做很多的DVD VCD跟印刷 我觉得呢 很多人遇到苦 都会问师父 师父怎么办 像今天有一个联友 就打电话给我 写纸条 师父拨电话给他 他的uncle自杀了 21天了 他问我怎么办 当然他很苦 I'm sorry to hear that 第一个为他点灯 第二个帮他送 普贤行愿品 第三个念大悲神咒七遍 接下来念观世音菩萨 或六字大明咒 21天都这样 所以众生是很苦的 当我们苦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 我要怎么解决 出钱是一个方法 但最重要是 你要有精进的心 功德不是说 你钱出了很多 你就有功德 是你发大悲愿心 心量大 你的功德才大 当然假如你功德大 心量大 你出的金额又多 当然你的功德 就更无量无边 所以注意听佛法 不要觉得听了这一段 有些到场的就不高兴 我们做佛道的事业 不是为了钱 假如你为了钱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世间 去赚钱呢 你赚得更多 佛门为的是度众生 而且功德才是第一啊 所以流动法宝 绝对有功德 但是现在大家在 荒乱当中呢 常常都会觉得什么 怎么办 来不及了 就随便找个道场 师傅我就尖了 五百了 你就硬吧 随便你硬吧 其实这样子 比较不圆嘛 对不对 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 以前南部也是呢 到处硬了大悲神咒 对不对 白衣大士神咒 各位都念过 对不对 南模佛 南模法 南模生 一切摘殃 坏为尘 人离难 难离生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佛法 你为什么要印这个呢 你为什么不印法华经呢 你为什么不印正典的经典呢 所以印经还是要有智慧的 第二个 我会建议 新加坡虽然有很多道场 但是应该要统整一下 调查一下 新加坡到底数量有多少啊 哪些已经是太多了 不要再印了 大家都印阿弥陀经吗 大家都印地藏经吗 当然 我不会说地藏经不好 我也不会说阿弥陀经不好 但是你可不可以印 比方说 精装本的阿弥陀经 小朋友读的阿弥陀经 青少年版的阿弥陀经 汉语拼音的阿弥陀经 你印得很精美 人家看了就会生欢喜 虽然贵一点 Quality就很好 比方说你看 我现在拿了一本 弥勒上下生经 就是香港印的 非常的庄严 那有些联友呢 要印庄严的呢 又要七早八早的呢 又要开始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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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印的东西 都是乱乱发的 对不对 当然这样就不到功德圆满 所以我很真心地说 印经本身是对的 但是希望所有的道场 应该去调查 你看看什么精不够 比方说 我现在奖金给你的 中英对照本 这也是法宝阿 老菩萨们都不太恭敬的 这样不好 因为你看不懂英文 告诉各位真话 请深呼吸一下 好了没有 因为新加坡的脸有感动我 大部分受英文教育 你知道吗 我每一次讲法华金 我付400美金给 哥伦比亚大学 我供养你们 他才准授权 让我放英文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们都不会珍惜 这也是法华金 而且是整理过的 妙法莲华金 所以印经要有智慧 当然我们商业金社 我也做过市场调查 如果你有兴趣 我多说几句 长话短说 上网你可以看 我们流通过的东西 我们尽量是印别人 没有印过的 我们一年也会做很多功德 但一年或两年 累积金够的时候 我们会印个最好的 法华三金 或摩赫波罗蜜金 一定呢 都是一万或两万新币的 你印得很精美 人家才会珍惜嘛 对不对 随便印 就这样乱乱发 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功德 功德不够圆满 这一点希望大家特别的注意 好吗 我就再讲到这里 不能再讲 再讲呢 以后人家要扎我的台了 好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在法华金感应录里面 就有讲到 对佛经要恭敬 在北齐的时代 西元五百五十年到五百七十七年 有一个和尚叫林凯和尚 他听他的师父很高兴 念法华经 可是呢 他非常有善根 他听到师父说 法华经功德很大很大 他就开始送法华经 结果没想到 从第一品呢 一念了之后就开始生病了 然后呢 病得非常重 等到念了二十八品的时候 他整身都染上了二窗 这时候他就去跪着念师父啊 师父怎么办 你不是说法华经功德很大吗 人家都送得很好啊 见佛菩萨啊 放光 我不但没有 我满身都是包啊 结果他师父说 很好啊 业障消除啊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呢 送法华经可以得六根清净 他就问师父 师父 法华经里面讲 送法华经是六根清净 怎么我反而生病 而且病得很严重呢 这时候师父啊 就拿个拐杖 跟他 土地 因为你不恭敬啊 你送经的时候也不洗手啊 也坦胸肋背的 流了汗呢 这样抹一抹的 沾一沾就放在经上 然后呢 念完了以后 经书也不放在佛经上 不包好 就丢在脚底下 甚至在睡觉的时候 你睡床头 你的法华经就放床尾啊 这是护法神在惩罚你啊 你没堕到地狱就不错了 你不要说佛经不灵 好好忏悔吧 他还有善根啊 因为是他师父骂他 要一般人骂他的话呢 他觉得顶嘴的 这时候他知道自己错 结果呢 他就呢 花自己的钱 叫了一个木工 雕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 把它放在里面 他呢 古人呢 是这样 拜佛的时候呢 他用一个盒子 然后板一个金色的绳 这样盖着 然后这样子 拜佛 这样顶礼经文 然后拜菜 然后拜呢 拜了呢 拜到头破血流 每天拜 拜到三年哦 都没有中断 有一天他一直拜 因为他师父也叫他拜嘛 身上的病疮这么多 吃了药也不会好 所以他就一直拜 拜了三年呢 快要天亮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了 咚咚咚咚咚咚 他想 怎么这么吵啊 我拜还没有拜完啊 等一下吧 突然外面人敲啊 就叫他的名字 林凯啊林凯啊 快点来敲门啊 来开门啊 有重要的事啊 结果他一打开来 一个白发胡须的老和尚 老人家 对不起 是老人家 然后呢 看到他盗梦黯然 突然拿着鬼杖 就打他 看你以后 敢不敢呢 再对法华精不恭敬啊 结果呢 他被打了以后 觉得身上的窗啊 就好了 结果他摸一摸 窗呢 好像不痛了 结果他转头呢 想要谢谢这个老和尚的时候 不见了 因为他拜一餐嘛 还有没有拜完 他就赶快回去拜 拜完 到天亮的时候呢 他都到院里去看 院里面有大象的脚印啊 原来他才知道 那个老人是谁啊 普贤王胡萨 所以对佛经要恭敬 很重要 而且我记得 我以前学佛的时候 佛经不可以这样摆 看这里 桌脚这样子摆 这样护法菩萨就逞着 捧一天啊 到时候护法菩萨就打你啊 你佛经真的要有公信心 为什么呢 佛经他是成佛的 了解吗 所以你对法华精恭敬 绝对有无量的功德 印经绝对有功德 所以不要乱乱批评 你自己不做 可以 但是不要批评别人 不要做功德 所以对法华经 还有恭敬 讲到法华经 再讲一个故事 更感人 普贤菩萨救小孩 我今天讲得很高兴啊 对不对 因为隋朝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钱的在家居士 严先生 他呢 没有小孩 结果呢 他后来归佛门的时候 听说送法华经很好 尤其送普门品非常好 他也拜观世音菩萨 那他也很喜欢普贤菩萨 他就每天送法华经 一直送 从头到尾就送 他上班 回来呢 有空他就每天昼夜的送 因为他没有小孩嘛 结果送一送 三年以后 真的生了一个小孩了 可是很不幸的呢 注意听 这个孩子呢 从小出生还没问题 到了三岁的时候啊 哎呀 变得瞎了眼睛的 我插一句 最近几天也有莲友 带小朋友来给我看 那也是他的业啊 对不对 我继续讲故事 后来呢 他自己送法华经啊 非常非常的虔诚 他就讲的 哎呀 我好不容易求一个佛菩萨 怎么佛菩萨呢 刚送了小孩很好啊 三年以后 这个孩子变瞎眼睛啊 他非常的难过 甚至有一点点的 抱怨观世音菩萨 要送嘛 就送好一点的来嘛 怎么送一个眼睛会瞎的呢 对不对 人都是这样 碰到困难的时候 都对佛菩萨会抱怨的 就像新加坡人 many complain 好 可是他还是有善根 因为他送法华经 他也知道这是业 后来呢 他就教他的儿子 他儿子三岁啊 什么都不会念 他教他念一句 法华经 受量品 就这六个字 法华经 受量品 严格说应该是 大乘妙法棉华经 如来受量品 全名是这样 但他儿子才三岁嘛 他就教他六个字 法华经 受量品 结果呢 他费了很大的劲呢 教这个小孩 结果小孩呢 什么都忘记了 只记得这个标题 不幸呢 小孩子三岁了 眼睛瞎了 过了一年以后呢 当时中国水朝南北战争 他呢就被调去了 就兵荒绑乱 在战争的同时呢 他非常的匆忙了 就离开了家 结果他就挖了一个坑 然后呢 把衣服跟食物 就丢进去 然后把小孩子藏起来 因为那时候战争很危险 孩子如果被抓到的话 就会被杀的 杀了以后呢 他就赶快逃命了 逃命哦 一去没有想到 被政府一掉 三年以后才回家乡 这时候他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呢 他想糟糕了 我的孩子不知道怎么 已经死了吧 也一定变成白骨了吧 结果三年以后呢 他跟政府呢 申请要回家 告老还乡回家的时候 回到家的时候呢 家里面呢 都已经破坏了 佣人啊 妻子啊 全部都不见了 他非常的难过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全部都不见了 无偿啊 然后呢 他就回到自己住的房间 诶 他突然想到 三年前哦 我还尝过我儿子 对不对 他听到地板上有声音 哭哭哭哭 他吓了一跳 他以为是鬼 赶快把他挖出来 原来呢 是他的儿子啊 而且他的儿子呢 眼睛还可以看得到他 巴巴巴巴 我还在 而且他的儿子呢 还圆圆肥肥 胖胖的啊 他就很讶异 他就问他 好 听好 那时候他儿子五六岁了 他就问他 儿子你发生什么事啊 我以为你死掉了 他说没有 巴巴你走了以后 其实我也很害怕 那家人都跑光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我只记得你教我的 法华经 瘦量品 我就一直念这六个字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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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呢 过了几天 突然有一个人放光了 起一个大白相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跑过来摸摸我啊 摸摸我了以后呢 他整身都放光 然后呢 他还教我念这一品 法华经 瘦量品 他念一句 就叫我跟他念一句 他念一句 我就跟他念一句 结果整品念完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看到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 然后呢 我的眼睛就好了 然后呢 可是呢 后来那个人啊 还是在我面前 整部的妙法莲华经 一直念 他叫我不要走 然后呢 他就一直放光加持我 整部法华经念完以后 人跟大象就不见了 他说我就这样活下来了 当时呢 他的父亲放声大哭啊 普贤菩萨救了他的孩子啊 了解吗 所以从此呢 这个人呢 严禁居士啊 严禁本居士呢 一生就大量的印法华经 布施法华经 劝了出家人送法华经 他就做灾界 做功德主 而且所有寺庙 只要造普贤菩萨 他都出钱 为什么 他感恩普贤菩萨 救他一生唯一 一脉单传的孩子 好 这个故事讲一个段落 给我们什么启示 第一 他本来没有学佛 学了佛以后归一 他念什么 法华经 可见法华经功德很殊胜 第二 他求没有孩子 他也真正念了法华经 求了孩子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孩子也有他的业 所以我要解释 虽然你求佛菩萨 送你的孩子 孩子跟你之间一定有共业 但是你跟孩子之间也有别业 我公开回答 有人会问我 师父 那我第一个孩子生出来是残障 第二个孩子会不会 不一定 不要难过 你修持 诵经 回向 忏悔业障 做功德 第二个孩子 他会很健康来投胎 不见得第一个孩子瞎眼睛 你们全家孩子都会瞎眼 不一定 佛法讲有别业 第三 他这么认真 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业 孩子很善良 他叫他念法华经的一个经名 对不对 结果在战争的时候 普贤菩萨帮他养了小孩 养了三年 所以换句话说 你常常会担心你的孩子出国了 我劝你吧 拜观世音菩萨 拜阿弥陀佛 拜诸佛菩萨 拜普贤菩萨 拜弥勒菩萨 你的孩子在外面的时候 也会遇到贵人跟学佛 有时候你会觉得 妈妈或爸爸讲 他都要给你顶嘴 不愿意学佛 没关系 他学佛的姻缘不一定在家里 假如你常常求佛菩萨 他外面贵人相助 姻缘成熟的时候 其他的佛教徒会度他来学佛的 要相信佛菩萨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这几天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非常地感动 我觉得我公开应该跟你们分享 普贤菩萨的的确确 孩子也可以救的 所以普贤菩萨在看回幻灯片 他以神通力守护这部经 而且在严福提之内呢 请看幻灯片 严福提之内呢 让他广为留步啊 从来都不会中断 所以进未来季 你都会看到很多大乘的法师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都会呢 诵法华经 讲法华经 拜法华串 乃至呢 研究法华经 这些都是普贤王菩萨的功德力的 所以若你不修这个法门的人 听好 你要生水洗心 你不要说 哎呦 师父我念金刚经啊 我没有念法华经 不要像法卫棒 普贤菩萨发愿念弘扬这部经 其实所有的经论 都是诸佛菩萨会互念的 比方说 你念金刚经 文殊师利菩萨会互念你 在般若会上 文殊菩萨就发愿 凡是念般若心经 金刚经 摩克般若波罗蜜经 跟大般若经的人呢 文殊菩萨都会互念你 一样 他也在你的头顶上啊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所以不要轻易深批评跟毁谤的心 这样对你自己不好 好 接下来再看灌灯片 所以普贤菩萨的加持 说明这部经 静未来记都会在南瞻步周 严福提流通 意思是代表什么 法轮常转 所以在西藏的佛桌上 常常都会雕 法轮常转的这个造像 象征着上师的教法 还有诸佛的正法 能够呢 常常不断地去轮转 利益一切众生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三十页 第十行 丙三 竖发分二 丁一竖发 在没有介绍的时候 我要介绍释迦摩尼佛 请看幻灯片 这是中国大陆 杭州灵影寺 昨天不是给大家看吗 布袋和尚 飞来风 对不对 灵影寺 飞来风的这个石雕 弥勒菩萨 杭州灵影寺 是一个很特别的寺庙 因为它历代出了很多高僧 所以它的大殿 有两三层都这么高 铜镀金的 全中国大陆最庄严的 释迦摩尼佛 我很高兴 我有拍到这张照片 然后它过去 背后呢 有过去七佛 这是全中国大陆 最庄严的释迦摩尼佛 若有机会去灵影寺的时候 不要忘记 应该去鼎礼 释迦摩尼佛就赞叹 普贤菩萨 说什么呢 请看经文 丁一述法 二十释迦摩尼 赞颜 善哉善哉 普贤菩萨 你能够保护跟帮助 这部经的流通 希望让一切的众生 得到究竟安乐 什么是究竟安乐呢 就是成佛的安乐 释迦摩尼佛 赞叹普贤菩萨说 你已经无量节来 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 你有广大的大慈悲心 大愿力 从九远节来 你已经发了 欧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 菩提心 你现在又能够在我面前 做如释的承诺 做是神通之愿 守护之经 守护这法华经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亲口赞叹 也鼓励普贤菩萨 为什么呢 释迦摩尼佛说 我也会以神通力守护 将来凡是拜普贤菩萨的人 或是念普贤菩萨名号的人 我释迦摩尼佛也会互念他 所以可见 你《宋法华经》 你可以专心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你也可以念 梅勒菩萨的名号 如果这次听完经 你欢喜 你也可以念 普贤菩萨的名号 普贤菩萨 就四个字 那中国有时候 唱赞的时候 因为多加一个字 比较好唱 普贤王菩萨 事实上应该是 普贤菩萨就可以了 王是我们后再加进去的 比方说像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那我们中原超度的时候 唱赞会唱什么 地藏王菩萨 其实它的名号就叫地藏菩萨 没有叫地藏王 地藏王是中国人 唱赞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 普贤菩萨也是这样 乃至于你要念 要师佛 应该念 要师如来 名号不要乱乱念 你要依经典而教 不要自己加 那我说我们赞叹 普贤菩萨的功德 所以四大名山里面 它被分配为 大恨 普贤王菩萨 大恨 恨是实践力 表示它有实践力 堪忍力 跟忍辱力 所以你平常念的话 你可以念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你也可以念 昨天教的 普贤菩萨的咒语 在第27页 每天念21遍 或49遍 甚至念108遍 也很好 有人问我 在大乘里面 普贤菩萨的咒语 是什么呢 就是27页 这是普贤菩萨的根本咒 每一个佛菩萨 都有很多咒语 但是普贤菩萨的根本咒 就是在28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因为它是在 释迦牟尼佛如来面前 亲自讲它的咒语的 好 再看